旅行是會上癮的 走吧 我們去世界看看 待在紐約只有短暫十天的時間 所以為了把握難得的假期 我幾乎都安排早上七點多就起床準備 好好迎接美好的一天 聖約和大教堂建於西元1892年 是美國主教制教會主教座堂 位於紐約曼哈頓的第110街 和第113間的阿姆斯特丹大道 這裡也是很多人推薦 紐約景點壁區之一 聖約和大教堂上帝約有兩個足球場大 哥德式的塔樓將近有71公尺高 融合哥德、羅馬與法式等多重建築特色 因為施工計畫的變更已經 稍逢兩次達戰的中斷 到現在尚未完成還在持續建造中 一走進教堂裡 映入眼簾的是超高的圓頂 還有璀璨繽紛的彩色花窗 美麗到令人目不轉心 這個角落的雕刻好可愛又俏皮 兩旁都是精湛唯美的雕刻 值得細細品嘗 讓第一次參觀教堂的我足足許久 原來旅行會讓我的眼界也開闊許多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成立於1869年 位於美國紐約曼哈頓上西城第八大道 及第79屆教界 是一間專注於天文學、地理科學、人類學、 古生物學、生物學等博物館 入場門票財、自由捐獻的方式 第一次來到紐約 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就是中央公園 這裡有紐約後花園自稱 占地約有370億公頃 是紐約是曼哈頓中心的一座大型都會公園 裡面提供了各式各樣的休閒娛樂景點 值得我們一一探索 從1857年開放至今有100多年了 每年總是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前往 一年世紀更典還有不同的浪漫風景 更是許多經典電影和影集曲情的拍攝地 他們在中央公園街舞表演 超級精彩可惜當時我忘記拍影片 坐在這裡曬曬太陽看著來來往往的人群 都是美好的享受 中央公園超級大一天根本逛不完 過幾天再來這裡好好享受悠閒的氛圍 廣場飯店是位於紐約的一座五星級豪華飯店 附近有好多餐車和馬車 許多電影和影集都曾來這裡取景 打算從這裡漫步走去哥倫布冤環 林肯中心是美國境內第一個將主要文藝機構集中於一地的表演中心 也是全世界最大的藝術會場 總共可以同時容納一萬八千位觀眾 紐約時代廣場又稱為時報廣場 是美國紐約曼哈頓的一個繁榮商業中心 位於百老匯大道與第七大道匯合處 範圍由西42階延伸至西47階 是因為紐約時報早期在這設立的總部大樓而得名的 到現在這裡已是超過百年歷史的廣場 也是各國遊客來到紐約旅行 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之一 絕對不能錯過的景點之一 尤其是晚上來到時代廣場 沿途都是超高的摩天大樓 兩旁閃爍著巨型凝紅燈廣告與百老匯劇院的招牌 吸引大家不停抬頭到初欣賞 讓人眼花撩亂的炫目燈光 原來這裡就是世界的十字路口 我竟然能站在這裡 內心的震撼無妨用言語形容 建議有機會一定要親自來到時代廣場 身處其中你會發現他獨特的名人之處 帶著興奮的心從時代廣場 步行回到紐約短暫的繞角處 結束一整天的奇幻旅程 今天的行程安排比較鬆 就可以睡晚一點再起床 第一個行程安排去 格林威治村的華盛頓廣場公園 四月底的紐約還是有點寒冷 在陽光照射下會稍微溫暖一些些 但是少了陽光的加持 溫度瞬間掉了好幾度 所以春天來到紐約旅行 保暖衣物還是要好好準備 華盛頓廣場公園 華盛頓廣場公園是曼哈頓 格林威治村的主要地標 也是紐約市最富盛名的公園之一 當地居民和遊客都會前往這裡造訪 而公園周圍的建築大多屬於 紐約大學的彩彩 參考巴黎凱學門盛進完成的大理石拱門 於1892年處立在公園的中央處 拱門高約23公尺 在紐約遇到第三隻彩彩 公園內種植許多花草樹木 很適合平常散步遛狗野餐的好去處 都來到紐約一定要去距離 華盛頓廣場公園不遠的凱麗的家 漫步紐約街頭到處都是充滿 現代主義風格的高樓大廈 在高樓群中點綴傳統典雅的 哥德建築 完美無為何感的融合在紐約 這個國際大都會中 只能說走在紐約街頭 處處都充滿著驚奇 全食市場 是一間美國有機的食品超級市場連鎖店 今天的午餐買了一個披薩 這間超級市場裡面有免費廁所喔 缺而喜市場位於紐約肉品包裝區 這棟磚紅色建築原本是餅乾工廠 改造後成為紐約必造訪的高人氣市場 市場對面就是Google大樓 室內充滿濃濃的工業風格 處處還看得到繽紛色彩點綴 這裡面有超過35家店家 有各種美食、農產品、日用品、二手雜貨 都可以在這裡購買 如果你有充足的時間 這裡至少可以停留半天左右 逛完催而喜市場後 千萬不要錯過這附近的高架公園 這裡原本是輸送肉品到南曼哈頓的高架田島 廢除後原本要面臨被拆除的危機 最後由民間力量捐款與說服下 讓紐約市府在2005年啟動都市充畫 於2009、2011和2014分三階段完工 從此以後成為紐約另一個休憩與放鬆的好去處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 晚上我們又來時代廣場了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訂閱和開啟小鈴鐺喔 請進次回到訪刀 在訪刀上 我們好嗎 未聞有關係 省間提供 後面 有